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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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這首音樂叫什麼名字 一定有名字 是不是古典樂 巴克 柴可夫斯基 綠袖子 我想說新世紀福金戰士 我想讓你看什麼 Lala Song 宋慈雄 宋慈雄的日文是Ilukuma 沒有去日本一陣子忘記了怎麼讀 Kuma就是紅 Neko就是貓 Ilukuma 還是Rilukuma 還是Lilukuma 照拼RIL Kuma 加上日本人讀英文的獨特口音 我每次去尋問 最常問就是去專門店 因為去日本不同的地方 就算我去過都會光顧一次 不止參觀 我問有沒有新出的宋慈雄買先 拿不到給你看 因為我封好了 每個地方有不同地方的宋慈雄 京都有一隻 大阪有一隻 大阪有一隻 哪裏有一隻 內糧有一隻 我問有沒有先 那便儲一下 一百幾十一隻 七八十一隻 六七十一隻 我都會問店員 你的名字怎麼讀 立即上身假裝第一次去日本的人 假裝 遊客是有這個優勢 去到你問人的時候 你最重要是 我第一次來 我什麼都不太認識 那些人會願意說 你千萬不要認 我來日本十幾十次 那別人沒話說給你聽 你說未來過 可能很熱衝地介紹 我們日本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做什麼的 就不可以走 走在那邊吃東西 吃煙麻煩你去指定的區域 你看到他的盒子 封塵 這隻我都不知道 應該肯定十年以上 有沒有二十年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得到回來 一定不記得 別人送給我 我多肯定 應該不是我自己買的 但他怎樣得到回來 不是這個問題 你看到盒子很髒 不是那些 這個是那些 沒有放在窗口 有光照在下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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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什麼 吸光的板 現在沒有這些玩具 他就在那裡搖 現在也有 小一點 小時候很流行 初衝 很可愛 會動的 原來他是太陽能的 那些 我想告訴你 是甚麼 你可否看到 他這個盒子已經很殘 我想十年以上便肯定了 有沒有十五、二十年 不知道 我放在這個位置 除了我 是這樣 很可愛 懶得意 好像我這樣 我放大給你看 通常 我每次開檔 十八樓 不是私 2022年7月12日 過完 Open獎生日 昨天就叫做 航海節 7月12日 星期二 農曆16月14日 25隻大鼠 昨天台灣日曆寫著 航海節 今天都有個節 叫做龍瓦節 你有興趣 就查一下 國際性節日 還是台灣節日 講回 Ilukuma 我經常上讀 Yukulele 彈那些 Ilukuma 拉拉熊 國語 或是鬆弛熊 還有一個名字 除了拉拉熊 鬆弛熊香 國語叫拉拉熊 大陸不是叫拉拉熊 大陸不是叫拉拉熊 忘了叫什麼 別管 每天開檔 我將這個東西移出來 現在這個中間位 中間D的位 一位 我移回鏡頭 上面 我現在在錄東西 這個Pocket 2 放上去 我給不到你們看 現在正在用這個東西錄 你當這個是Pocket 2 放上去 對著街上 今天我發覺 照擺Pocket 2 上去的時候 我現在不敢大力按 這是膠 十年以上歷史 不是骯髒的問題 一擺Pocket 2 就掉進去 這個盒已經不行了 你看到其實這裡是 早前 不知幾多年前 我已經黏過一些膠紙 兩邊 我已經延長它的生命 那個膠盒 現在應該是不行的 哈哈 我不敢大力按摩它 大力按摩它 所以我要找一個膠盒 來安置它 要這麼大 大小 應該我便會找回這些膠盒 哈哈 哈哈 搖曳露營的膠盒 哈哈 哈哈 擺在裡面 應該可以的 如果不可以 待會拍拍一下 掉下來 請健良 那你再看 後面 連佔著它那塊布 我最喜歡看到 那塊是鬆弛紅的毛巾 哈哈 這塊毛巾應該老了 不是我不會寫得用來賤 我先移回那個位置 好 現在嘗試放上去 看看它會不會跌下來 希望能頂得這次 剛才真的跌下來的 哈哈 原諒我鏡頭在那裡 劇別仿洞 好像人家拍那些 鎖個V一下 Vlog那些 通常有人會說 那些人拍完影片 發覺鏡頭不斷鬆弱蒙 或者在那邊震 就會告訴你 今天我們拍一個Vlog 哈哈哈哈 彷彿加了Vlog 或者是Vlog 或者是Vlog 就會令到自己好過的事情 哈哈 我不流行這些 我什麼時候拍Vlog 隨便 拍一條影片 一條沒有營養的垃圾影片 哈哈 什麼所謂 好來 日子講完 說些什麼 我推樣東西給你看 我昨晚發現 開心大發現 先說一下 我怕不記得 今天這個玻璃好像這麼清晰 我沒有擦到的 哈哈哈哈 不要理會了 我調一下不要移動這麼遠 正常的鏡頭 看看正常鏡頭 我昨天不知按一下 我無意中 我無意中按到一個節目出來 在YouTube上 但我按完後發現 為什麼我從來不在YouTube上搜尋 有沒有這個節目那麼笨 哈哈哈哈 關不關乎我年紀大機壞 那些 哈哈哈哈 昨天已經說了 說了很久 我都說不到那條銀龍 有人寫了出來 沒錯 龍套豬 有多難說 你身為一個香港人 有多不知龍套豬是什麼 不是全部人知道 但是龍套豬很貴 那條魚都整個刀 有兩條鬚 我昨天說了 我昨天說了 我昨天說了15分鐘 那條就是龍套豬 哈哈哈哈 開始那個 腦轉得開始慢 是不是人開始老呢 還有另一件事 又是這個 不知道是否身體機能退化 或者腦汁越來越少少 這可能是關乎性格轉變 這應該不關乎腦汁少了 或者IQ低了 哈哈哈哈 腦汁少了 IQ低了 我就覺得 以前我不會 一看便是龍套豬 哈哈哈哈 翻譯這件事我是最厲害的 當然不是英文翻譯 中文那些翻譯 我經常說 看來看去 日本 台灣 大陸 要翻譯給你聽 說回香港的地球話 如果不是你真的不明白 有時詞語 詞匯 可能太過新太過潮 或者是根本你都不明白 這些翻譯我一邊看一邊翻譯 我不喜歡看一次 哈哈 看一次那篇 我通常覺得不好玩 和不夠挑戰性 又沒有那個即時感 所以我經常找一些趣味 我都只看一條題 除非大事大非 如果我只看一條題 一邊讀下去 覺得好笑不好笑 不好笑 沒有即時的反應 我看完一次再讀一次 就沒有那麼好笑 這個出發點 當然是我自己享不享受 和享受這件事 其中一個樂趣 簡單來說一個樂趣 我想說什麼 我又忘了我剛才想說什麼 說完龍吐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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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就是 不關那個有沒有腦汁事 或者是不是 我現在開始說話也有問題 思維有問題 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的腦和嘴一樣 那麼快 可以開16核心 現在我徘徊在2至4核心 我現在在燈的時候 我想剛才我想說什麼 幸好這個技能還有 一直可以燈 不會掉了 其實我左邊腦 正在燈 右邊腦 正在想 那樣就是 變老的性格 應該不是老汁 或者慢了機能退化 我發覺從上個禮拜開始 我今早沒有事就坐在那裡想 因為我今早想 今天踩車還是行山 但是天氣好像陰陰的 結果想著想著就沒有去 現在天氣是有點陰陰的 不要緊 不去就不去 不去 魚蠱不會移了你的山 車不會掉漏的 明天先不要緊 我想著想 下街吃東西吃什麼 好像上個禮拜開始 其實未必上個禮拜 自從我 因為要去信和 我告訴你 我是真漢子 真小人 我告訴你 因為我要去信和 剪頭髮 跟疫情 我覺得毫無關係 我一直走來 都這樣說 中了不要死就算了 不要惹到老人家 你說什麼 數目字 打什麼 你說什麼 打完我不會死 還有一件事 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訴你 我想了 總之我認識一個人 他打了兩針 大陸那隻 他不敢打第三針 因為打完兩針 這個不是一個我作出來或唱衰 我沒有這樣的意圖 我講句句事實給你聽 我不是叫你去學 我只是把事實告訴你 作為一個參考 也好 放進袋子 也好 聽清楚 我沒有慫恿你打哪一類針 或者打不打針 我只是陳述一件事實給你聽 我認識一個人 他打了第一針 第二針 打完第二針 他正所謂面癱 面癱 真的面癱 結果就要去提醫生 好 好 前前後後看了 大約你當他前前後後看了 一萬多兩萬元 OK 最後吃藥 沒事 當然他不敢再打第三針 他打科興 我不是故意唱衰 我講句句事實 好 一路看醫生期間 他的家人幫他和醫生或醫院問 是否可以保險 保險 申訴 什麼都好 當時得到的答覆沒有正面 醫生也好 醫院也好 沒有正面回答你 他只是說 要拿去政府那邊化驗 你是不是因為打這個疫苗 而搞到你面癱 從來 由第一針到 他今時今日都沒有人正面回答他 是否因為打這個針而面癱 好了 我們不要針著這一點 是不是 每個人的身體質素都不同 我無緣無故撐開說這一點 我想說完 我一直在想說不說 免得說完你又害怕 總之不要影響到你任何事情 其實很難影響到 今時的香港 你要打哪一針 你要打多少針 你打多少針 哪會影響到 今時今日我講一點點 還會影響到你 你沒有腦子嗎 他沒有打第三針 因為打完兩針面癱 你可能說 他怎樣去第三針的地方吃東西 他不去 沒有辦法 除非他特意去申請免疫 因為他第二針之後有這些反應 沒有做這件事 可能他不太需要 即是他不用去順和 他不用去剪頭髮 他不用去查機 那他就不打第三針 不要理會 他打科興 打兩針面癱 由頭到尾 那邊都沒有答覆過他 是否因為 給他的家人感覺 是否逃避 問題 不認 那算吧 明知 符合國情 你要知道 香港的事情 我告訴你 意思是 當中的細節 不停符合國情 是這樣的 你不要再打爛山盆民道督 他不會回答你的 簡單來說 講白一點 他是不會承認的 承認了很嚴重的 明白了 OK 當時我也是這樣想 突然有一天 早大半個月前 我知道一個消息 我真的講實話 我沒有慫恿你任何事情 你自己想 收到一封信 裡面有一張支票 我把銀碼給你聽 他是得到十萬元的賠償 好了 不要斟掙錢多不多 哇 十萬 看醫生都是看了一萬多兩萬 還有八萬元賺 你沒有想到這件事 當時那一刻 他那個未知和恐懼 旁人是不能夠理解的 如果一比就是你 我搞到面坦 我會不會有後遺症 你會很害怕 賠一百萬都不為過 就是這樣說 結果整件事就好了 看完醫生吃藥就好了 那一陣子已經好了 過了兩三個月就好了 隔了很久 半年左右 無端收了一張支票 十萬元 整件事就完了 我想告訴你 真的有這樣的事 可能你有時上網看 或者聽 都聽到這些事 有沒有寫出來 說出來 我就覺得未必 這麼多人會說 當中原因不多不少 因為他在打的是科興 就是這樣 明白了 明白就算了 有沒有後遺症 不知道 還有他是一個老人家 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所以更加突顯了 十萬一百萬都沒有意思 一個老人家 抵抗力免疫力又弱些 身體又差些 年紀大機器壞 幸好這次只是面坦 而無事 會不會有其他更嚴重的事 過一陣子無端端不發聲 醫院、醫生、私家醫院、政府醫院 都沒有通知過任何事 突然寄了一張支票給他 有十萬元 就是這樣 剛才我不是說 醫療方面沒有正面回答過你 是否因為我們要去政府化驗 看看怎樣怎樣 何時化驗完 有沒有結果 化驗完政府去通知你 有沒有 從來沒有 再接到關於這件事的通知 不是就是那張支票 上網會不會找到這些故事 我沒有去找過 我又覺得 就算有這些事件發生 我想很多人會不出聲 我說白一點 我沒有理由告訴你 如果我是一個深藍廢老的那班 不是說你深藍也有分廢老不廢老 你深藍很愛國 我經常強調 愛國是一種高尚的情操 那你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你愛你自己的國家就是高尚的情操 所以我深藍愛國我OK的 沒有問題的 愛國 你分清楚愛國 我也是愛國和愛錢 我愛中國 我愛桂林山水甲天下 我愛萬里長城什麼都好 中國的人民 借民庶民 也不是百分百是壞人 我經常強調這一點 至於推心一步 愛錢愛國和愛什麼 你自己想 我不會大膽到那個字 這樣說出來 我不敢說 你不要理我 最後那個愛什麼 我愛不愛 我不會回答你 我不敢回答你 我也有話不敢說 我不敢回答你 如果你問我愛不愛國 我一定會說我真正是愛國 真正 真的 你相信我 真的 如果說白一點 就沒有可能那些深藍 featuring 廢佬告訴你 初途我當然是打國藥 怎樣怎樣 沒事的 或者再推早一點 看回你 沒事的 你不打針 他打完壞了 糟糕 他沒理由告訴你 沒有告訴你 他有錢賠給他 所以會不會這方面的新聞不會太多 所以我才想了 可不可以說這件故事 真事 真事是這樣發生 我不是跟你爭論 打科興 打復必泰 如果打復必泰 會不會面談 會不會面談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故事 真實故事 打完科興兩針 面談 隔了一段時間 就有十萬元賠 從頭到尾沒有人答過 是否因為打這支針 而搞到有十萬元賠 那這十萬元哪裡來 是否政府幫你投了保險 而保險賠給你 我都沒有去查 沒有去查 如果我之後會細心去想 如果這樣很容易賠 十個就是一百萬 一千個就是多少萬 政府不是很慘 有保險 如果香港打這些疫苗 我不知道 我之前看過 復必泰 你可以自己去投保 有些保險公司 有幾間都是免費投保 打疫苗是免費的 說真的免費 當然都是商業行為 你說免費投保完 可能有空又推銷 其他東西 一天打了七次給你 有空又寄一些東西給你 叫你買東西 你自己想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五餐 我沒有去做這件事 我沒有免費投保 你去政府打 那是否他已經幫你投保了 科興那裏 復必泰 我猜沒有吧 我不知道 Touch home我都沒事 如果是的話 那也是保險公司賠 如果是有投保 亦都是要錢去投保 我現在完全是用錢的角度去想 不是你借民樹民自己說 免費去投保 然後應該有一些東西 不斷推銷你麻煩 拿你個人資料 如果政府有幫你投保 因為這件事的故事在說打科興 我只知道這個人是打科興 這個故事 如果政府有幫他投保 那就保險公司賠 沒有什麼 政府沒有虧 這樣賠法 十萬元一個 我知道這個個案是十萬元 可能有些賠多一點 有些賠少一點 我怎麼知道 我馬上會想 無奸就不商 賠法不行 但如果真的有投保 我當你七百萬人 有三百萬打科興 我當 我不知道數字 當你三百萬都有投保 當是要付錢的 每人投保額可能一百元 你計算一條數 二百元一百元 一百元 300萬人打了 那裏那個補費是多少錢呢 哈哈哈哈 那三百萬人打 不是三百萬人 如果家人沒有去跟醫生或醫院說我要CAMP 新數又好 CAMP 新數又好 可能不了了之 他當然聰明 得到10萬元賠償 這樣說 如果真的有投保 保費 我當100元 300萬人打科興 你就算數多少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要賠錢 你當1000元才賠一個 那你便知道 怎麼算法 賠給你有什麼所謂 你明明我在想的縮數是什麼 300萬人每人投保100元 我當1000人才賠一個10萬元 你自己算吧 結果都是賺錢 所以我繼續想 如果我全部幻想 前面真實的想法 如果真的要給保費去投保這件事 哪間保險公司 我是不是想得太深入了 我喜歡想這些東西 那間保險公司 是不是中資的呢 講到這裏夠了 不要再深入調查了 可以好奇 作為今時今日香港狗活生存 我示範了一次 可以好奇 去到這裏就算了 不要再問 不要再查 是否中資的保險公司 是否那些私相仇仇仇 是否那些維威威又說去那些高官去那些飯局 那些開Party那些人 維威威 名校校友那些 不要再問這些 只是條線去到 我只會想到是否要給保費和保險公司是哪一間 夠了 好奇心去到這裏就夠了 我活脫脫示範給你 很多事可以這樣 再上一格你就不要問了 再問你就糟糕了 我這個做法完全依據我什麼呢 經常看大陸的電視台 或者回大陸的時候學回來的 你去到某個位置你停了不要再問了 好了 我說了一句 你不用回應我 大家不用回應我 身邊有沒有這些個案 我不想知道 我只是想分享給你 我知道一個事件是這樣 亦都說了一次 我沒有叫你去打哪一隻針還是不打針那些 你自己決定打完不打 打多少針打哪一隻那些 關我屁事 你的人生你自己負責 我只不過既然它是一件事實 我就不妨告訴你 因為我真正 我講到哪裏 我對著幾多盞燈講到 我不是在說謊 所以就是這樣 當然如果你是和我熟悉那些 私底下有些案例是中金的 賠一百萬 你都告訴我 我得到資料 賠一百萬好笑嗎 賠一百萬我沒有一條命 那你自己想吧 我當時有一刻想過 我愛國 我愛錢 我都想 做錢我都可以去打 十皮 那個老人家 看幾個月醫生 他只看貴醫生 才一百萬兩萬元 我不看貴醫生 就可以了 因為他老人家 家人擔心 他一定是去最貴的 私家院馬上去 所以就這麼貴 如果我這些 知道這樣玩法 我隨便去看家庭醫生 最多專科 就是千多元 那些 可能埋單看完 都是五千元 專科也是貴的 之後有這麼多錢賠 但我又想 可能十萬 是因為他七八十歲 我這麼年輕 會不會反而賠少些 可能寄封信 我們不賠給你 我不是糟糕 沒得後悔 打完 我打完三針 這個復必泰 早知道我真的去打科興 如果有件事 但也要負上風險 你要負上棉毯的風險 因為我知道這件案例 這件事實 就是關於棉毯 其餘 那些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說 有些人說 打了哪一隻 除了出現棉毯 還有其他身體機能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說 所以不說 我只能夠說 我知道這個事實 百分百是真確的 就是棉毯 然後按 我自己就觸碰沒事 不過我打復必泰 那兩位 十皮 如果真的不能確認 如果確認 棉毯完沒事 看醫生完沒事 那就很棒 當然 你也會想 如果我年輕小 三十多歲 會不會有後衛政家 往後那幾十年 我就剔走這件事 因為我不是說我老 我都48 我都人生 如果算我走得走得 還可以去走 不要爬肉山 那些 那些 武嶺那些 不要 大刀刃 大刀刃 我還可以走上去大刀刃 而走下來 安全的 應該都只剩下十幾十年 我想我七十歲已經不能走上去 那隨便 沒所謂 那有十皮袋 當然會想深入一點 如何確認我有十皮袋 或者當我年癱後 健康會沒事的 但是 有沒有後衛政 不要理他 算了 我還有十幾二十年活動的命 我剔走這件事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知道我賠多少 那我才去打 現在的只有講字 我都打完三針 我才去打兩針科興 你覺得有沒有辦法 知道會賠多少 或者賠不賠 你用回我剛才的理論 用回我剛才的思維模式 一個人當投保一百元 賠十萬 那間保險公司是哪間 是不是中資 認不認識 再推遠一點 最少我以前講的 整個疫情 我總是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除了我自己不死 就算了 大環境就是 希望藥廠快些 高台貴手 就是那些事情 買疫苗不用錢 哪個錢 納稅人的錢 什麼藥廠快些 高台貴手 每一個地方的政府 不需要付出 納稅人就不需要付出 那麼多錢 賺錢要賺到有道義 那無奸就不傷 整個世界一向都是這樣 你不是今時今日才知道 世界是殘酷的 所以我會不會 如果我真的這樣想 我會不會預先可以知道 例如我這樣 我48歲 我賠多少 如果面坦賠多少 那些 我覺得 有方法可以知道 我不是說我 聰明到有方法可以知道 而是我覺得 應該是有方法可以知道 完了 不要再問為什麼 再問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昨天也有輕輕提過 這個就是大陸的東西 可愛之處 懂得玩可以很好玩 如果我又能把炮本事 你不要問什麼方法 我知道了 我不只賠十個 可能是二十個 這種知道方法 當然不是道聽途說 問旁邊三姑六婆 上網 隨便討論她問那些 我意思是要知道的方法 一定是從神秘的渠道 可靠的消息來源 繞過七個後門 其實不用繞過七個後門 你懂得玩 大陸的東西 輕輕敲門 他歡迎你進去問 我覺得是有方法可以這樣 如果真的 可能我亂說 剛才我說可能七八十歲 就賠十匪 你年輕賠少些 可能另一個想法 他反而會覺得 你年輕 反而應該賠多些給你 是不是 完了 我沒有上網找這些個案 因為我不相信 深藍加廢佬那些人 會說出來說 我面談 我有錢賠 是不會的 第一 他不會說他面談 壞了他不會認 不可以認 他的身份 他不可以認 第二 告訴你 有錢賠 那怎樣 只有兩個方向 一就是 那種藥都不行了 搞到我這樣 你作為一個 深藍加廢佬的人 你真是唱壞 他一定不會做 這個樣子不行了 搞到我面談 第二 你告訴別人 你有錢賠 他這麼貪錢的 因為 我都說 無論你深藍也好 廢佬也好 深藍加廢佬也好 都是離不開什麼 利益 或者是錢字 我老實 你不承認你的事 我問這幫深藍的廢佬 你口口聲聲說 愛國支持中國大陸 支持祖國以外祖國 我給你錢 你會不會改口風 你不會是因為錢不夠大 很現實的 你問我 我愛國和愛錢 就是這樣 即是你給我錢 你給我十皮的東西 叫我回去 現在疫情還未穩定的時候 當我可以回去 你不要說現實層面回不了檢疫 當現在疫情不穩定 真的不穩定 疫情還未有解決方法 你給我十皮的東西 叫我去 早排的上海 不行 上海的封了 沒得去 叫我回大陸 隨便一個地方 但疫情又不穩定 我去不去 你給我十萬 我未必去 你給我二十萬 我會去 好 反過來 我自己說要去 我不怕 認什麼情 怕什麼 好 你現在說 我不准你去 給我錢的那個 我是心黃的人 他不准我去 他給我十萬元 那我不去 我都是愛錢的人 價值不中你 就是這樣解釋 不知 一向都覺得是 你不可以說市賄 有誰不喜歡錢 尤其是香港 所謂玩政治 政治黑暗 每個人都是為利益 個人利益 有幾多人為民請命 為香港這個地方做事 寫出來的標語就是 背後就是一個月出幾萬 十幾萬兩 或者有名有利 正常的 香港是商業社會 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一直都說 真正香港人精神 就是市賄和賺錢 就是這樣 當然補一句 搞政治的香港 那些 那些議員 那些官 那些 其實現在立刻在我心目中 我會浮現到一個人出來 他真的不是太過為錢 而去做這些事情 他是真的熱愛這件事 一個 認識的只有一個 對不起 我剛才推過節目給你看 不是說這些 我推什麼呢 那為什麼我笨到 剛才說我老 那個心態是什麼 我想回這幾個星期 自從我打完針 可以去信火龍剪頭髮 那我去茶記附近的食物 我發覺我比平時坐得久了 那我坐得久的 原點是什麼 有一天是下午茶時間 就是現在這些 現在兩點七個字 這些時間 我看一看那間店 沒有什麼客人 原本可以坐50個人 加上我可能是六七個客人 沒有客人 OK 那不算 我坐久一點 拿另一部電話出來打機 我兩部電話 我分得很開 另一部電話可能有兩隻遊戲 第二部電話有三隻遊戲 平時下去茶記 都未必會打機 例如阻礙別人做生意 那我打完第一部的時候 都沒有客人 都沒有客人 沒有所謂 我坐在那裡幫了他 起碼人家走過店 看他 沒有客人 不光顧 不要吃 我會這樣想 事實是這樣想 你走過一層 沒有人 你未必會進去 我不會押著你的位置 沒有什麼所謂 他又不會趕我走 OK 當然如果他吃飯時間 你就不要做這些事 你不要押著你的位置 吃完你的常餐最便宜的 還要給我一杯水 還要坐20分鐘 坐兩個小時 那你就不要 我看他沒有什麼客人 那我就 時間長到 我才能坐下來 我拿了第二部電話出來 打那兩個遊戲 我坐了多久 一個小時 我覺得已經很久了 但前提我再提一次 他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 第二天第三天 隔了幾天 我不是天天去 那我又是沒有客人 不如以後我下午茶才下來吃東西 一來他沒有客人 我可以坐久一點 我會想想 不是說到我很偉大 我會這樣想 他沒有客人 我坐在這裡幫他 衝撐一下場面 其實是OK的 是否真的OK 平心而論真的OK 我不是說到自己很偉大 沒有客人坐在這裡 衝撐一下場面 他不會先趕我走 我不要妨礙他 我發覺這個行為 我最近做了三四次 一次比一次坐得來 我不是看著那個標 我是看著我玩多少個手遊 玩完A電話的三個手遊 玩B電話的兩個手遊 玩完了 好 先上Amazon看看 先看看淘寶 先看看Facebook 先看看YouTube 像不像這下白去茶餐廳坐好久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說我剛才說的 坐在那裡 其實不是為打機而揹 我第一個你都猜到是什麼 我以前講過 不過現在沒有做 因為樓下商場裝修 我家人免費冷氣 那我省回過半 如果我坐過半小時 加上 我前前或者後後 去到超級市場 去買菜 又看看扭蛋機 又看看這樣那樣 下街下城 三個小時才回家 我就省回三個小時 冷氣機的電費 其實我點是這樣的 最誇張那次我故意計 我臨出門一看一看 兩點 我天黑才回家 六點幾 六點幾 我走得遠一點 我特意走到和斜那邊 那天我坐那個茶餐廳 我坐了接近兩小時 像不像這二十八 前提你不是阻止人做生意 以前那個陸樓說商場量免費冷 商場沒有椅坐 有椅坐 我都不好意思坐在那裡 在商場走 你走得多久 你最多是走十五二十分鐘 坐在茶餐廳不同 好像很討厭那些阿淑 沒有的 我是故意這樣做 節省一些冷氣費 如果 這樣說 你經常上網都會看到 如果下街出門半個小時以內 就不需要關掉冷氣 你關掉一關 壓縮機再關掉 再運轉 電費更貴 對不對 所以 我會計算 我每次都會計算 充滿計算 不過其實不需要怎麼計算 因為我一起床 吹多一會 我就關掉冷氣 每天起床時間不同 有時可能六點起床也不奇怪 有時十點都還沒有起床 我起碼關掉冷氣 到我下街的時候 起碼過了三個小時 這樣 不存在說 因為短時間離開 才開關 冷氣機 每天我發覺 基本上我可以 不開冷氣機日後 由我起床 休息一刻 喝了一杯咖啡之後 一直到我 如果那天我不會去踩車 踩車一定會去關掉冷氣 或者不會去行山 我故意拉長 因為踩車的時間更長 我會故意拉長 去查記坐的時間 以及去購物的時間 目的就是為了 遲些回家 遲些才開冷氣機 甚至乎六點多回到去 天黑沒有那麼熱 不開著 越來越孤寒 神經病 再說一次 你不要阻礙人做生意 不要這樣做 還有你看人的眉頭眼額 有些茶記不是的 就算他沒有客人 他都不喜歡你坐在那裡 我坐在那裡 我不會要求多任何額外 我不會的 喝完吃完自己的東西 就給一杯水 我不會的 我真的不會的 反正他有時候給我一杯水 我不要 因為如果我不喝 你給我不要浪費 洗什麼杯 洗什麼筷子 洗什麼叉 你喜歡用我的紙巾抹 他有多髒 我嘴巴更髒 我嘴巴更髒 你還用茶記 要洗什麼 很多時候 我不會做這些額外 要求他額外給我 支援我 也不會要求他額外的人力 服務我 我靜靜地吃完 我就坐在那裡 他不表示 改我走 我就不走 有些不是的 就算不再拿一杯水 吃完 滾水 綠腳趕你走 雖然那裡沒有客人 他也不喜歡你 坐在那裡 吃你走 我選到那一兩間 不會主動改我走 你感覺到的 坐在那裡 不會滾水 綠腳收了你的東西 因為有些很奇怪 我吃過很多茶記 香港那些 最奇怪的是 我吃那碗豬扒麵 豬扒我還沒吃完 還有那個骨子 有肉 麵 起碼還有幾口 我吃吃吃吃 我放下一個叉 按電話 WhatsApp有人找我 他過來拿我的東西 想收走 是不是很奇妙 他拿起我之後 我還沒吃完 我本能反應 沒有那麼無禮貌 我如果這樣 不好意思我還沒吃完 我本能反應 在按WhatsApp 我看到他拿起我的東西 我直接餵他 我覺得餵人是很無禮貌 我還沒吃完 這樣 然後呆了 再呆了 放下麵 而且應該有幾大聲 那一刻是本能反應 豬扒還有 骨子扒著那兩口肉 麵 還有幾重 你為何要收走我 我真的想問 想訪問他 你什麼原因要收走我 我不是生氣 我好奇 我看一看 又不是吃飯時間 還有很多空吉的桌 什麼事 你真的想趕我走 沒有理由 你想趕我走 你最多拿起我的東西 看我還沒吃完 就這樣掃把掃地 或者抹桌 你不能夠成立 就是你拿走我還沒吃完的東西 你這種趕我走的方法 是不行的 不妥不通的 你最多拿起我的臉 就是縮腳 這間店很奇妙 到現在都覺得 我認為個案是有奇怪怪的 如果你遇上我是一個奧客西客 那些比較潑辣也好 巴渣也好 那些司拉也好 我想十八個字粗口加 三十六個字 坐雨池罵他 是幾奇妙 你先說一下 今天不用說脆文 剛才說完為何我像阿叔 這不關乎智力有沒有下降 行為是這樣的 就像阿叔 不如錄公園頭很涼 不行 我樓下的公園有很多蚊 我很惹蚊 這個YouTube節目叫什麼 原來有兩季 我之前看過 應該是三立 台灣電視台有很多家 三立 沒有記錯應該是三立 你可以去查 不重要 因為現在都在YouTube上看 不需要知道哪個電視台 沒有記錯 我看過兩集的 之前 幸好不知按Live的時候看到的 不是看錄號那些 即是他現場播放的時候 寬樂今宵是9點 9點去看寬樂今宵那些 那個節目叫我們回家吧 誰做呢 曾寶儀 他是一個節目是做什麼 他每集有嘉賓 跟他抹著一個台灣的演藝人 如果普遍我站在香港人的立場去看他 因為我怎麼說 我昨天開心大發現 我發現到YouTube有第二季 和第一季都有 我看那兩集就是第一季 第二季我昨晚是一口氣看完六或七集 你說是不是很好看 我給他7至8分 所以我推給你 你可以看的 他是做什麼 會訪問那個藝人 那個藝人就會帶曾寶儀回那個藝人的故鄉 都在台灣的鄉下 如果掌知識角度 又可以掌知識 那地方有什麼食物 因為他真的未必會去一些很著名的景點 回鄉下 他住在雲林縣的那裏 他住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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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住在東北角的那裏 那裏 你會不會看到這些不太有遊客區的地方 第一 第二 會看到他不多不少 因為他是電視節目 他有了電視節目 你不要用YouTube的角度去看 他真的是一個電視節目 所以他電視節目的架構裡面 他有了 即是起承轉合 強硬擠洋蔥出來 你看起來都知道他全部是設定的 但設定的又不是很強硬 你不會看下去 他流眼淚 你會問他要不要流眼淚 不會這樣的 但是 你會賣帳 你會購買的 你會知道他這個流眼淚 或者這一刻 無端的起點很感性的音樂 講完這樣 人生道理 加上字幕彈出來 是不是很大道理 看完我就會有所警醒 不是 P 當是娛樂東西這樣看 一個基本的電視節目 但我都給他7星半至8星 因為他可以掌知識 當是旅遊節目這樣看 還有他可以益到一些藝人 因為站在香港人立場來計 有些藝人香港人未必認識 譬如我昨天一氣過看完那7集 我找回紀錄 當然我是認識 因為我本身經常去台灣 普通香港人未必認識 譬如 許富凱已經未必香港人認識 我當然是認識 他唱歌 唱台語歌 還有他用日本演歌的康口去唱台語歌 基本上他年輕 比起你以為是隆藝那些人 他年輕 這個可能已經介紹了給不認識他的人 認識他 你說他在台灣很紅 因為他很紅 因為他很紅在媽媽級 或者是師奶級 其餘那些受眾未必認識他 或者是香港人未必認識他 香港人如果台 我想說蕭敬騰 不是蕭敬騰 不是蕭敬騰 蕭王琦也未必認真知道他有什麼歌 諸如此類 許富凱更加 但是這個節目是幫到他的 會幫他增加他的知名度 這是我做事的角度去看 如果不然他會介紹他的鄉下有什麼東西吃 四十多分鐘一個小時內 他真的在電視節目放在YouTube 原來他昨天發現他可以看 第二季一來我看了七集 當然以我一個 你當我做了幾十年電台 或者經常接觸行內人 我當然不是明星 也不覺得自己是公眾人物 但我不多不少 讓一般的借文樹民 最多一點點 我謙虛就說我只多一點點 我來不少爆些東西給你聽 我覺得裡面的橋段有時設定 就煽情了一點 不過是拜的 硬了一點 無端端放慢節奏 起餐廳音樂 好像感性一樣 做什麼呢 都拜的 都可以 因為整個節目 每一集去看 我買他的優點 是多於他的缺點 可能他有一個缺點 但他的優點有三至四個 凡事沒有完美 你還可以說曾寶怡 他為什麼說話這麼慢 為什麼你用YouTube的尺度 你這段影片 如果用YouTube的尺度 YouTube的人是不會看這段影片 說一句話 怎麼說呢 我覺得 你是 正常人是這樣說話 做電視也是這樣說 YouTube絕對不是這樣說話 他全部都在做電視那一套 放回去 有時候他慢到 我想 你這麼多年主持 你用不著想這麼久 你在想什麼 剪掉他 不要拍 寫全稿給你讀 好嗎 有時候我看得很猛 你只是想一想 最重要 我覺得他不是真的想 他是假裝想 你明白嗎 我以他做了這麼多年主持的智慧 他不需要想這麼久 他只不過做什麼 對著鏡頭的面部表情管理 以及一些節目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些有一點over了 你不介意這些 你可以看的 你看一下他的景點 當地他回鄉 但他不是集集友 每個嘉賓不同 除了可以幫到嘉賓藝人之外 會回鄉探望他父母 從小吃到大的店舖 可以吃東西 通常店舖 是否設定了 你不要管 始終他本質是一個電視節目 老實說 他告訴你 很不設定也好 百分之九十都可以設定 九十五以上 不是要開會 又監製又執行 可能會無緣無垢 他在那裡 並畏 valu 或多些商店 吃東西都是霉霉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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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很在地 很地道那些 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如果你不是很去台灣 譬如他這個東西搬到香港 訪問史丹利 史丹利在深水埗 史丹利這集就會帶你去 不會去公和豆品廠 嫌他太新了 去一間隔壁 可能去海灘街 有一間很純粹的茶記 就是去那些 當中都會去一些景點 譬如許富凱那一集 我看到他鄉下在高雄旗山 他去一個地方我很想去 我去過三次 頭一隻去完驚人發現 第二三次我故意去 他說的一件事很帥 旗山這個位置 看下面看到一個鳥居 因為他以前是很濃厚的日本風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 入台灣很多地方 尤其是旗山某一個位置 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你 你或者看許富凱這一集 他會站在上面 我就是站在那個位置 我真的站在那裡 第二三次我故意去看山下的畫面 他形容得很好 我一直都覺得 下面看上去完全是日本來的 撐你的廢 但日本是哪裏呢 我又說不出 我一說日本 不是東京 泄谷 深齋橋 原來他講了出來 這裏就是小京都 原來真是的 真是很像 他講完我 想回我腦裡 原來下面真的像小京都 立即再去一次 看上去 你覺得這裏是日本 原來叫小京都 他形容的是小京都 另外 譬如我昨天看了 有些你不認識 米沙你未必認識 我會認識 我來客家電視台看 《於子玉》 你可能未必認識 你看到的樣子 你一定認識 我不開猜 你找到《於子玉》 是女演員來的 如果不看《於子玉》 你不知名字 你一搜尋 看到這個 我認識 原來他是原住民 然後他那一集 我說太多 我就會破劇 破劇透 總之《於子玉》 每集都是回到 原住民 然後他會看到他回到 我不破那麼多劇透 免得你去看 總之他是原住民 如果最後那一集 第七集 他一次過擺七集上去 我不知為什麼他要一次過擺七集 可能他的目的好像跟我一樣 就是看不夠 一直追下去要追七集才 爽和過癮 所以他一擺 擺七集 同一天 幾天前擺 擺七集上去 我真的一次過看七集 每集幾集 四十六分鐘 哈哈哈哈 如果最後那一集是蔡昌軒 你又未必認識 但你可能看過的樣子 因為他不少拍戲 做那些 不是主角那些 原來他在東北角 我想我又去過那裡 我去過那裡兩三次 真的感覺是大風到 然後他也有提到 他也有提到 你冬天來的 真是冷到你入心 他說不同季節來 又不同其他東西 他家裡賣海鮮 養的鮑魚 九孔 你可以看 每一集 我還有之前那一季 第一季我只看了兩集 一集任言齊 一集 我不記得是誰 不重要 原來YouTube 我會看其餘那八集 哈哈哈哈 你沒去做 可以看 我門回家吧 一或者二都好 沒什麼所謂 順序時間性去看 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他一早已經放在電視台上 先播了 比如他昨晚第二季第一集 我看到他應該是去年 現在是2022 他很早之前播的 他現在才放上YouTube 放得上YouTube 而香港又看到的 那你就看 那就好 因為有些台灣電視台 不是必然的 有些台灣電視台的節目 放上YouTube 他有分地區 台灣以外地區 你看不到 這個我告訴你 暫時是看到的 看到的 所以你去看 你不嫌他節奏 無端刻意拉慢 說一些大道理的 可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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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強行說 昨天我看過7集第二季 第一集是鳳小岳 硬直 看他英俊 一向我都覺得他OK英俊 不是頂級英俊 那一群 我覺得是OK英俊 但我同親台灣人 覺得鳳小岳多英俊 怎麼搞錯 哪個英俊 因為我覺得他英俊 是 我看一個人漂亮不漂亮 我看他內在 至少我知道他的內在 不是我真實知道 那些藝人的 面那層 底那層 可能不同 可能我聽回來 知回來 他都是一個好人 比較不是那麼壞 不是那麼壞的人 那我會覺得更加分 更加分 在外表的硬直上 如果你說多人運動的 那個羅志祥 那我會減分 如果正常 正常 會減分 無論多少人會減分 但反過來 你問羅志祥 多人運動 我是不會減分的 我只不過 如果要強行減分 下次學會怎麼抹嘴 老實說很多事情 如果不是說 硬來 你情我願 你尋我開心 我尋我 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真的 我條線是放在你 大家開心便可以 老實說 還要不理你全世界哪裏 所謂的演藝圈 那些演藝人 有兩種 一種 無論是紅不紅 都會自己上身 覺得自己很紅 所以他生活圈 就局限在自己 跟圈裡面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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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來吃去 男吃女 女吃男 都是那些 那些 以為自己很紅 他不會跟外面的人玩 他有一天 跟一個不是圈內的人 因為圈內大家有共識 知道大家有什麼可以說 可以不可以說 有什麼吃完就趴走 不要吃完就到處唱 那些 很多 很多 你想不到 A和B是有關係的 你完全不關係 一個唱歌一個拍戲 不關係 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粒粒亂的 恩星有恩星吃 恩星下一格 靈毛有靈毛吃 再下一格 另一批 真是有知名度 更加不可能 出去吃那些普通人 吃來吃去 就是他內裡那些人 加上保護自我機制更強 他會防人之心不可無 自己作為一個藝人 說話言行 要小心一點 不要那麼容易 跟人家做朋友 都不知道誰害你 誰背後插你 生活圈 朋友圈更加窄 他吃得的人更加少 可能來來去那班 給他互食的 都是那十個八個 所以他會多人運動 我覺得有幾奇 當然他多人運動 吃那些也未必 所以其實作為一個藝人 是慘的 人人都有正常需要 男未婚女未嫁 很平常 每個人都有性的需要 他吃來吃去那些人 他就炸了 那你想他怎樣 他如果出街吃一個不是圈內的人 你又說他搞別人 搞別人 搞別人 所以我條線 不是放下 沒問題的 大家唯一唯 其實我不覺得是髒 大家唯一唯 大家解決大家的需要 就說完就完 我們不能叫那個藝人 走出去出街 找一個一夜情不認識的人 風險很大 對於他來說 再推心一點 我經常說 如果男未婚女未嫁 剛才說 就算我講到要給錢 性工作者 我不是故意說 要講到很有型 講到很偉大 才講性工作者 我一直都很尊重他們 無論他是男也好 女也好 年輕也好 都需要尊重 不是每個人想像中 說他好吃冷飛才做這行 背後很多故事 是他都不想做這件事 這樣說 我都覺得這件事 我條線都放得 這些更加容易扮 剛才說的多人運動 或者吃圈內的 你情我願 給錢的更加明賣明賣 我覺得更加沒有問題 當然 做足安全措施的 所以我絕對不會說 你走去 即是講白一點 講難聽一點 你真是叫雞 我不會這樣看人 那怎樣 人都需要 性工作者都需要賺錢 那做甚麼事 如果你說 那個人結婚的 好老公叫雞 這樣就糟了 這樣就真是糟了 這樣可以怎樣 你叫雞 你不要讓人知道 我條線是這樣 你明白嗎 你有沒有搞錯 有老婆都需要這樣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可能他跟老婆結婚十年 不讓他碰 或者他有個人性慾需要 你想想 這個老公 他出去黏花野草 多人運動 留下條線 留下條尾 有感情 包括二奶做個小三號 沒有啊 還是明買明買 交易完 走好 當然是後者 是不是 無緣無故說這些 無緣無故說這些 關你屁事 不是 明明說這麼健康的節目 無緣無故說這些 你看看 我們回家罷 如果只說第二季 有好有壞 我個人感覺 七集裏面 你如果選擇來看 你知道現代人的時間 不知為何每個人都說自己很忙 很珍貴 我不是叫你看哪集 你可以有兩集放到最後才看 七集裏面最順色的一集 盧廣仲的一集 你可以不看 因為我劇透 為什麼不看 我劇透完你就不要看 你當然看完 有時間一晚看一集 七天就看完 未必好像我這麼瘋 如果第二季裏面 盧廣仲那集 我排名排到最後 最後 尾爾 不是尾爾好 我不想說他差 盧廣仲可以排到最後 再數上尾爾那個 是鳳小昂 剛剛說到我覺得他很帥 加上他人其實OK 因為我講過整個節目 不是劇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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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排到最後的盧廣宗完全不好看 比起其他那六集是比較適合的 可以推你看看的 如果你發覺youtube已經沒什麼看 我自己看得沒什麼東西 因為它是電視節目放在youtube 所以你可以當電視節目的規格去看 而它不是TVB 是台灣的電視節目 TVB那些絕對不會推你看 TVB那些這麼壞 不是 我意思是TVB那些 我不推你也看 不過你看完你不會告訴別人 你會看 誰像我這樣從頭到尾 我不看 我看J2跑馬 我們回家吧 我會看第一季 剩下的八集 你喜歡從第一季開始看的 OK的 裡面真的有些 你當旅遊節目也好 你如果年輕的話 你當學人生的大道理 如果年輕的話 我的真實年齡48歲 但在這個社會的年齡已經去到80歲了 已經 精脆尾比鬼 那些 一個精脆尾比鬼的人 結論 你知道口頭笑是甚麼 關你屁事 事不關己 幾不露心 這個不是一般人應該有的理念 只不過 關你屁事 關我屁事 事不關己 幾不露心 因為我久活生存在香港 我才加上這個 我如果不是生存在香港 我想我不會告訴你 關你屁事 或者關我屁事 我可以告訴你 大家 大家多多行善 值得做多些愛心 有需要的人 看到就要幫忙 這是事實 當然 你在香港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請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衡量一下自己 不是善心夠不夠 你的防備 你的保護罩夠不夠強 你才去行善 麻煩 今時今日的香港地 否則所有後果你自己負責 這個行善不包括是有型的 在街上扶婆婆過馬路 跌下扶她 上網也好 捐錢也好 什麼都好 今時今日 你在香港做這些 你自己想一件事 不是你善心夠不夠 也不要去想 做了會有什麼回報 這個不需要說 如果你真是行善的人 你反而不需要有回報 不需要被人知道 除非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想用你自身的感染力 去感染別人 跟你去行善 不然一般都無需要被人知道 不是這些 你要想想你的裝備夠不夠 你要壞些去想 萬一我墮入了一個陷阱 我那個武功能否連奏到 我一跳可以跳出這個洞 如果你不想實質你的武功夠不夠 高強 你要想你的情緒方面 原來我行善這件事 最後發現是一個陷阱 錯的 壞的 未必壞到去騙我錢 總之好心做壞事 什麼都好 到時你要想想你的情緒 能否接受得到 原本我打算做善事 到頭來害人 到頭來我被人困 你想想你自己夠不夠硬 先去做善事 我說事實 我沒有描剋這件事 我沒有唱衰 如果你真心覺得我是在唱衰 兩樣 一你很天真 二你很廢老 加深藍 再補多一句 這些是哪裏學的 我講白一點 幾十年以來在大陸學回來的 通常跟深藍加廢老的 講到這句他們沒有話講 你心裡真的不知道大陸有這些 你真的不知道騙字怎麼寫 現實世界就是這樣殘酷 沒辦法 只不過我經常把這些 化成脆味的角度去告訴你 譚笑風聲也好 笑到夾夾聲的角度去告訴你 全部當作笑話 其實我可以很嚴肅 我一直錄這百多集 我都很嚴肅 坐在那裡找一支鏡 我每天都在罵 我無需要用這麼好笑的方式 告訴你 明明是一宗騙案 或者近一天說明明有一個人 養龍套豬 竟然自己養了三年 他膽死吃到肚子 太殘忍了 有沒有天理 我真的可以這樣罵他 我不需要 我現在還在想他作為一個演員 很難演 很悲傷地看著那條魚 但又稱讚那條魚的肉很好吃 哪一個演員做到呢 在我心目中 很難 但我不知為何我想到一個 他未必符合到我一百分之一百 我也覺得他是做到九成 曾剛 你不要問我為何 我突然想到他 他有時演技也有浮誇過一面 我就是要他浮誇過一面去演繹 昨天說 聽到昨天那個 由他那條魚一邊養他 很歡喜 那條魚一邊死了 精熟他 然後很悲傷看著他 但又吃他 然後告訴你魚肉很棒 曾剛我覺得做到我要的九成 也不是一百分之一百 我想不到誰是一百分之一百 曾剛有時 蹲低頭 躲高頭 眉眉向上 看著你的眼睛 在撕一下那個樣子 奸人的樣子 在那裡奸 你以為你不知道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弄的東西 即是那些 他那個屎人的樣子 當然是演技 他要求做到九十 我想不到誰會做到 這件事很難 今天我也不知道說了什麼 今天這條題就講 我想不到 我講我門回家霸之前 我講什麼 我忘記了 那算了 今天這條題就知道 快點去看我門回家霸 不要 我推你看 我門回家霸多好看 我這樣寫 就這樣寫 因為我連那個 那些脆文都沒有讀 今天學那些沒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這條題 不太脆的 我覺得這條題 不讀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 不太脆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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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到達3點2個字 這是2點9的預測 高空反氣旋 正是華南 大利晴朗 酷熱的天氣 晶午時昏 本港多處地區 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 本港地區 和今晚的天氣預測 天晴酷 酷熱 吹 輕微至和緩 冬至東南風 我不是閱讀 困難有雨癌 我看一看電視鏡頭很精彩 我一直在看日本駕駛的影片 他走 旁邊的山路沒有什麼 我喜歡看前段的 山路 公路1 公路111號 有很多條 我喜歡看頭尾 因為頭尾是經過市區 即是城市 我喜歡看屋 山路沒有看過經常行山 剛才我看到有幾隻鴨在旁邊走 但是在山上有鴨 奇怪 嘩 我現在看他又沒有經過那些湖 又沒有什麼人 屋 有間屋 都是這間屋 但是為什麼有三隻鴨在走 可能不是鴨 可能是 可能是鳥類 不知道 展望未來數日大致天程 持續酷 日本周後期會有幾近遭雨 現在錄得室外氣 嘩 好厲害 但是不值得這麼高興 要補充水份 三點鐘錄得四溫 35度 有沒有破紀錄 昨天最高35點多 應該今天破到昨天 不知道 我都說應該會看到四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看到四的 大圍的氣溫 不是分區氣溫 分區氣溫 去到四就一點都不奇怪 好 35度 三點那時候 相對濕度 56度 我不覺得 沙田 沙田也33度 所以 熱配時間 我換這個新冷氣真是頂掛掛 哈哈 那些熱配文 以前我一定過過 現在33度 外面沙田也不過 原來我換了一個新的 日立小兩半 哈哈 當然不是熱配 哈哈 事實是 可能是新的 不知道 因為我剛才開了一陣冷氣 我剛才說了一半 我感覺很熱 我人動來動去 我真的要開一陣冷氣 你不會覺得了 起床走開一陣冷氣 另外 酷熱天氣警告 現正生下市民 應該有腎房中暑 多多補充水分 知道了 分區氣溫最低是三次 一定的了 31度包括長洲居民 和荃灣的可觀 一啤 還有兩個地方 原來四角暖 加上樓浮山和沙基灣都是三 沙基灣 為什麼沙基灣是31度 哈哈 最高 35度 有 碰到 一個地方 打鼓嶺 哈哈 很曬 很熱 走進一格 34度 也有大步 九龍城 跑 九龍城 九龍城 九龍城我住過很久 十幾年 我經常覺得九龍城是一個好地方 而且很陰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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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它在牙前圍道下面 那叫喉煌道 兩邊有些樓遮住 那些思維 有時候很奇怪 那些思維 有時候飛機 站在機場經過會遮住太陽 很低的 飛機 走上那條斜坡 那條斜坡 那條斜坡 走上那條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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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九龍堂 走上那條斜坡 走上那條斜坡 那條斜坡 那條斜坡 不知為何 城寨更加陰涼 陰暗 城寨 當然拆了城寨之後 很凶狂的公園 就已經不是我的世代了 分區的氣氛都說完了 那說完了 那是你家多國際媽媽 所以是關於一關的按讚 訂閱和按鈴鐺 按鈴鐺 小鈴鐺 錄了一分十分鐘 怕沒有電 那兩篇我看看是否值得先說 不用了 明天先說 好了 就這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